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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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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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就是我们治疗的时候有时候碰到的 这个X线片上看的比较清楚 是在牙颈部 这个左上五牙颈部有这个侧串 侧方的穿孔 主要是在银元 主要是在银元以下的穿孔 牙医内的穿孔 上核五 上核四是比较常见 前膜牙比较常见的就是侧串 因为前膜牙的 我们已经拍过随对这个牙齿 其实就有比较深的印象 解构结构也了解的比较透一些 对于前膜牙来讲 尤其是上核的前膜牙 它的近远中的牙颈部是缩窄 是不是 有这个体会 夹斜向要长于近远中向 对于这个随枪来讲 所以在这个牙颈部的时候 你如果是在用这个开随的时候 器械掌握不好 往近远中方向过度切削 尤其是这个近中方向 近中这个牙所缩更明显 对于开随的时候 没掌握好 它就容易出现这个侧串 牙颈部的侧串 也就是上核前膜牙 经常会遇到的这种冰发症 还在避免 我们也可以用小号的器械 再一个是 一定要看好这个牙长轴 注意好牙长轴的位置 如果是磨到一定程度 到了这个 这个 用牙本之间 到了这个牙颈部这个位置 还没发现随枪 一定要注意是不是方向有问题 要及时的改变方向 探查根管 不要盲目的一直开随 一直等到这个 你感觉的有落空感 那时候就已经晚了 如果是没出现穿孔 我们治疗起来就比较简单一些 一旦出现了穿孔 治疗起来就复杂了 所以 最主要的原因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对随枪的解剖形态增灵变化 及变异不够熟悉 比如说这个随枪已经变得很小了 我们在开随的时候 没注意到 也会出现这种 这个穿孔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牙长轴 牙长轴的方向 开随时钻针进入方向 与根管走向 斗形方向不一致 这个时候 钻针需要改变方向 我们那个实验课中 有同学就出现了这种侧穿 多箭于前牙 开随的时候 开始垂直于 这个 舌面 但是没有及时改变 顺牙长轴方向 顺牙长轴方向 在钻入 这个随枪 没有及时改变 就容易出现 这个 这个牙静部的 这个侧穿 这个位置呢 穿孔也是在 这个 银元 银元 银元的穿孔 这个多箭于前牙 这个前牙呢 虽然说是 看似简单 但是开随的时候 相对来说 开除一个 比较好的 这个形状来 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 要注意 一旦到了这个牙本层 及时改变方向 顺牙长轴 进行开随 这个出现的问题 主要还是因为牙长轴 这个方向的问题 我们常规来讲的话 这个钻针的方向是正确的 顺这个牙长轴 垂直来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牙本身是偏的 你本身这个牙长轴方向 是有倾斜的 那么你必须也要倾斜着开 要顺着牙长轴和牙长轴平行的方向 来进行开随 所以一定要了解好 这个牙的这个结构形态 预防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这个针对于这几个原因 预防 一个呢就是重要的 我们在一般会常规的拍摄X线片 一定要注意阅读X线片 在X线片的时候 就对随枪钻磨的这个方向 对随枪的这个形态结构 然后对我们要进行的这种钻磨方向 再一个就是牙长轴的这个方向 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 确定随枪和根管口大约会在哪个位置 大约要有个数 如果是随枪比较小 我们钻针大约要进多少 然后牙长轴如果倾斜的话 你在开随的时候 这个倾斜角度要多少 这个一定要注意 结合X线片来进行操作 那么再一个就是开随 可以注意掌握正确的这个药领 前牙 前磨牙 这个磨牙 它每个药领都不是特别一样 上和下和都不一样 所以要按照这个规范操作来进行 第三点呢就是注意随枪 它的变化情况 比如说这个牙髓它有钙化的时候 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患者 再一个就是有磨耗的一些患牙 这些呢都会导致随枪和正常的结构差别很大 所以这个要注意 这个呢其实在X线片上也是能 比较容易判别出来 好 那我们再看中三分之一穿孔 牙根中三分之一穿孔 大家看这个中三分之一的穿孔 这个出现的这个位置 中三分之一穿孔 这个这种情况呢就比较讨厌 然后在临床上有时候愈厚就比较差 这个大家看这个根管是不是做的不是怎么样 根管 你们现在做了根管充填了 这个根充做的是不是不好 上面这个密度高的是什么 上面这个对上面这是一个装 装盒罐 它是做了这个根管之后 然后做了个装盒罐 这个打装的这个位置是偏了 当然它这个根充做的也很差 这个根充就这么稀疏的这么一点点 牙胶 没有首先这个密度上非常 就这可能就放了一根牙胶尖 就放进去一根牙胶尖 这个效果就不好 然后呢它在这个位置有侧穿 这个侧穿的周围有阴影存在 像这种牙以后就比较差 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 根管弯曲发生在根中三分之一 主要是根管有弯曲 我们跨根的时候也没注意根不当 遇到这个弯曲的这种阻力的这个位置呢 继续强行的前进就容易出现 根管的这个弯曲部位的这种穿孔 再一个呢是根管敞开过渡 再一个呢是根管敞开过渡 用一些 比如说你用急转 用这一些机用的器械 进行敞开根管口的时候 操作不当 也会出现根管中三分之一的穿孔 再一个是牙肠轴 这个跟刚才这个银元以下的穿孔 也是一样的 牙肠轴有弯曲的时候 没有顺牙肠轴方向进行操作 第二点就是 第二点就是 雅本的旋突未去除 在进行根管预备的时候 我们强调 根管预备的器械要 最好是能够直线进入根管 这样呢便于我们预备操作 那么雅本的旋突在那里呢 你这个器械就不能够 就是不能够直线进入 在这个下边或者是有弯曲的部位 它就会形成一个 形成一个这个有阻力的这个位置 然后你在不易的情况下 在这个有阻力的情况下继续前进 继续根管预备 就容易出现问题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发生在根管弯曲 然后我们用这个超声波器械 超声波预备 装到预备 或者是那个装到预备的时候 或者是马达驱动根管预备系统 进行预备的时候呢 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们在超声波预备的时候 大家也都要注意 因为超声波它的力量 它是有频率的 你要控制 这个它的频率大小 不能太大 然后呢 要在这个进行超声波预备的时候 也要注意就是 随时掌握它的方向的变化 如果是你不确定的情况下 要及时的拍个X3片 要不就容易出现问题 超声波是很好的一个辅助手段 但是同时呢 你使用也会造成穿孔 另外这个装到预备就是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对根管解剖形态了解 了解的不透彻 对根管的走行 了解不透彻 打装的时候方向发生的改变 然后就也会出现这个穿孔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 如果是我们这个做根冲的这个人 他能够进行打装 做罐的话可能会更有优势 从这一点上来讲 因为我们做的根冲 然后在自己在打装的话 就会知道这个方向是在哪个位置 我们现在装盒管的修复大部分都不可完成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 对根管的解剖形态要有足够的了解 再一个就是用这个马达驱动的这种根管预备系统 基用这个根管预备系统 有很多优点 但是同时呢 因为它这个手感就会就会要差一些 因为它主要是靠这个机械 机器来运动 机器来操作 所以这种情况下也会 这个容易造成穿孔 一定要掌握好 这个使用的这个规范操作 我们手用器械会费力 但是也会有优点 手用器械你会能够感觉到 这个对这个根管有更深的感觉 能够感觉到根管在哪个地方 有弯曲感觉到哪个地方 突然有细小狭窄的这个位置 所以手感会更好一些 而对这个机械预备器械呢 它主要是靠这个这个 机械器械来这个力量呢 你可能就比较相对来说 难以控制一些 好 再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 对于一些细小根管 细小根管的这个预备 有时候会出现穿孔 就是我们科目上提到 就是用这个 可能会用EDTA 在EDTA操作的时候 它这个放置过多 软化的这个压根质 然后呢 造成了这个 在操作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这个 这个根管减铺形态有变化 造成会穿孔 预防上就是也是跟 这个原因是相对应的 一个是我们在 遇到根管弯曲的这种病例 要选用有弹性的根管器械 选用弹性强的根管器械 这样呢就是 对于弯曲冰管预备有如是 再一个我们提到的这个 在弯曲的这个地方要进行 预弯 预弯冰管的器械 这个你用上几次之后 就会发现这个效果很好 预弯冰管器械 会帮助我们 能够顺畅的进行冰管预备 再一个就是 冰管预备的时候 一定要在湿润的条件下 进行根管预备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在进行装到预备等 治疗的时候呢 要这个牙胶 去除牙胶等等情况 要注意 或者是根管在治疗的时候 都要注意用这个 机用器械等等进行操作的时候 规范操作 装到预备 也是这种情况 不要过度摩小牙感治 要充分了解根管的走向 这是根管中三分之一的 这个穿孔 再一个呢就是 另外一种形式的穿孔 是随时底穿孔 也就是根分差穿孔 这个在临床上也相对来说 比较常见 尤其是这个初学者 比较常见的随时鱼穿孔 主要原因 也是 主要原因 多见于摩牙 摩牙随时顶和随时底 它的距离比较接近的时候 容易把随时底当随时顶 到了随时底了 你还要继续前进 然后再 你再找那个落空杆 找找找找 随时底穿了 出现了随时底穿孔 大家看这个图片 这就是一个下颌磨牙的图片 它进行开随的时候呢 过度 开随过度 到了随时没绝到 然后继续往下 就导致了随时底穿孔 出现了这个 根分差部位的穿孔 我们看这个X线片的话 就能看得出来 这个穿孔 这个根分差这个地方 已经有这种 这个并变 然后出现材料放上之后 有这个 有这个能够看出 出现材料在这个根分差的部位 这个就是 这个下颌 左下溜 底穿了 随时底穿了 就我们在这个一开始 在临床上进行操作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 嗯 多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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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这个 开几个牙 在这个立体牙上 嗯 多操作一下 然后再拿到 这个病人身上进行操作 病人身上操作的时候 也要 要注意 一定要实时 观察这个随腔的形态 那么这是上和膜牙 上和膜牙 相对来说 上和膜牙 它这个随时底和随时顶 嗯 它之间的距离 嗯 会比下颌要 要稍微高一些 相对来说 没那么容易穿红 但是在临床上 有时候也会见到 嗯 有这种 底穿的情况 这个上和膜牙 发生了底穿 这个 从X线片上的表现 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 充填这种高密度的材料 已经覆盖了 这个根分差的这个部位 这就是上和膜牙的 随时底的穿孔 嗯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 根肩部的穿孔 根肩部的穿孔 嗯 根管弯曲 发生在根肩的 根肩的这个三分之一的部位 然后我们的器械呢 还是 这个这个压场 这个方向没有发生改变 继续强行的 扩 扩根 就容易出现 根肩三分之一 主要还是 就是 因为我们操作的 数值 操作不规范造成的 当这个钻针的钻膜范围 超过了碎腔的范围的时候 或者是钻膜的方向 嗯 这个不遇 随时必平行 那么 如果比较轻的情况 可能就出现台阶 严重了 就出现 这个随便的这个穿孔 再一个就是 根管机械预备的时候 使用根管器械 为按由小到大的顺序使用 这个呢 就是我们反复强调 一定要 不要跳号 不要跳号 进行根管预备 第三点呢 就是器械进入根管方向 与根走行的方向不一致 与 杨昌卓的方向不一致 还有一点就是 根管类预阻力 这个 强行的进入 这是导致根肩穿孔的几个原因 那么 弯曲根管经常会见到几种并发症 因为这个弯曲根管上 相对来说 预备起来 要困难一些 一种就是 根管壁 会出现这个穿孔 这是第一种情况 再一种呢 就是局部根管壁 有这种过度切削的情况 过度切削 第三点呢 就是出现有台阶 根管内出现台阶 还有就是根管 根肩孔的部位 过度预备 根肩孔敞开 有这个弯曲根管上 有时候会出现的一种 会强健的一些并发症 那么我们一看 这个随枪壁穿孔 这个穿孔呢 相对来说 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那么 它如何进行诊断和处理呢 大体的处理的方法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一块儿讲 首先诊断上 一个是 它有自觉的疼痛 一旦出现穿孔 因为与亚洲组织有交通了 它是有这个疼痛的 然后你跟它进行检查的时候 会探枕 会发现有这个出血点 探枕 这个探枕这个部位 疼痛 有鲜血 这个 大家注意 这个随枪壁的穿孔 是鲜血和你 如果是根管有感染 你这个感染的物质呢 它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有血量的感染物的话 它是暗红色 这个是鲜血鲜红色的 那么我们在 如果想进一步确定呢 就是用根管长度测量仪 那个检测 可移称孔处的时候 这个仪器就 发出这种报警声 它就是显示的是 这个 超出根尖孔的那种感觉 这个尼云尼 它是和亚洲组织交通了 所以在用测量仪测长的时候 显示的是 它是有报警声 那么再一点 就是在进一步确诊 就是你 插一个 这个诊断丝 拍X线片 它诊断丝到可移穿孔处 拍X线片 发现这个诊断丝 已经超出随枪 到达这个亚洲组织了 这是 几个比较明确的这种 诊断方法 再一个 你可以进行 这个 这个显微镜 显微镜想看 就看得比较清楚 如果是侧臂穿孔 部位在牙草级以上 这个如果是在出现牙银内穿孔 这个处理起来简单一些 直接就被动充填就行了 直接被动充填 这是刚才看的这个上合前摩牙的这个穿孔 相对来说处理要简单一些 而如果是侧臂穿孔部位在牙草级以下的 这种情况呢 基本上都是要和 都是 最好是用MT进行侧臂 进行这个穿孔的修补 对于穿孔的修补 就是MT是一个比较好的材料 在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如果是在临床上 由于体调件所限 没有MT怎么办呢 可以用这个清氧化钙制剂 进行这个把穿孔部位 进行这个覆盖 然后再这个充填 这个再一点就是随时底的穿孔 随时底的穿孔也是 最好都是用MT进行修补 处理方法 跟这个上面是一样的 那么出现了穿孔 穿孔部位要修补 常规的这个根管的这个充填的部位 还是要进行常规的充填 根管预备 根管充填 还是要常规矩进行 如果是穿孔范围比较大的 还有有些情况下 有些陈旧的穿孔 这种直接这种修补效果 不是特别好的 就可以考虑 这个根管外科的手术进行 根管外科手术 可以行这个翻版 翻版之后修补 直视下修补这个穿孔的部位 效果会更好一些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根管壁形成了台阶 根管壁形成台阶 那么可以换小号的错去除台阶 然后再顺序扣错 要用小号的错来去除 这个如果是这个台阶在随枪的某个部位 没造成穿孔 相对来说可以不用特殊的处理 那么如果是一旦在根管内形成台阶呢 最好是要去除 因为在根管内形成台阶会影响根管充填 那么用小号错去除台阶 如果是发生了根管壁穿孔 你不但要还是刚才说的 不但要进行这个穿孔部位的修补 还要进行常规的这个根管充填 把主根管一定要找到进行预备 主根管和这个侧穿的部位同时进行修补 有些情况下呢 在根肩三分之一或者是根肩弯曲处出现了这种穿孔的情况呢 我们在这个可能会用这个显微镜 有时候也是看不到 因为它在弯曲部位的下面可能也看不到 那么就配合根肩手术来进行修补 可以有这个倒充填 等等 这个倒手去看具体情况来进行操作 当然常规的根管治疗 根管充填还是要进行的 这张图片呢 显示的就是这个根管内出现了台阶 怎么进行消除的情况 首先它是在根肩三分之一处出现了这个台阶 那么我们可以换用这个小号的错 然后可以进行预弯 找到它的主根管的方向 一定要找到主根管的方向 不要再强行再顺着这个台阶的这个部位再往下去 找着主根管方向之后慢慢挫 把这个台阶去掉 利于我们冲填 那么对于串孔的预防 刚才已经讲的比较多了 主要就是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就是要掌握每个牙齿的随腔解构形态 以及在牙齿表面的投影范围 我们要了解这个随腔的部位 大约在和这个牙的外部结构来看 大约是在哪个部位 然后呢 术前拍摄X线片 结合X线片进行治疗 第三点呢就是要规范化操作 随时与X线片和对器械进入方向及深入 所以说虽然我现在开随无数 我每次开随 还是都要 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然后要规范化的操作 随时和X线片有对应的 这是我对学生也是要求 一定要严格的规范操作 这样就不容易出现问题 好 那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并发症 就是软组织的化学损伤 对于软组织的化学损伤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 主要是因为化学刺激 我们所用的根管冲洗剂 根管消毒剂 根管消毒的药物 会引起 对皮肤和黏膜的化学损伤 这个次力酸钠 这个冲洗根管效果很好 但是呢 它同样对黏膜是有刺激的 尤其是高浓度的这个次力酸钠 1%以上的 刺激性都比较强 我们课本上给的范围是 0.5%到5.25% 如果是你用5%的次力酸钠 冲洗 冲洗这个根管 直接接触黏膜的话 这种病人会非常痛苦 另外有一些病人 我注意到 他对这个双氧水 他这个很敏感 双氧水一用 他就觉得刺激性非常强 所以这个根据不同的情况 来进行 要有一个注意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FC FC 虽然说是 那个 我们现在不提倡用了 基本上都用氢氧化盖替代了 但是 还是有很多地方在用 我们 这个 要知道这个药 它消毒效果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刺激性也是很强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个药也会造成化学损伤 那么 预防 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 这个化学损伤的预防 当然是要使用橡皮杖 橡皮杖一档 这个 这个 冲洗液 消毒液不会 这个 与病人的口腔黏膜接触 所以说 这个橡皮杖的使用 非常的重要 当然 你如果是没有条件安装橡皮杖 那你就要注意 你选择的这个冲洗液 要 要注意 怎么办 可以用小浓度的 这个 我们提到的这个次力酸辣溶液 小浓度的 这个冲洗的时候 这个 对黏膜刺激性会比较小 我们临床上 用的这个次力酸辣溶液 基本上都是比较小浓度的 0.5% 到1% 这个浓度比较低 所以说 它和黏膜直接接触 问题不是说特别大 所以大家有时候 在临床的健康之后 看见这个老师 没上橡皮杖 他根管冲洗了 这个也是可以的 有时候你不用橡皮杖 但是 冲洗液浓度要注意 好 这就是化学损伤 比较容易预防 用橡皮杖 规范操作 那么再一点就是 这是急性根肩周炎 另外一个 常见的根管病发症 叫枕肩急症 对于 这个 对于这个 急性根肩周炎的 这个 这个 冰发症呢 有时候在临床上 根管预备完了 会给病人一个 就是 会给病人说 这个 今天的根管预备 相当于一个消手术 可能 回去 可能会有疼痛的情况 当然 也有可能 不疼 这个 可能会 在 刚回去的两三天出现 那么 如果是你要疼得很厉害 可以吃点消炎药 如果难一点受 你就随时 可以再来复诊一方 我们会 一般会 基本上根管预备完了 都要给他说一下 可能会有疏忽反应 其实大部分情况 他疼 还是急性根肩周炎 也就是 诊间急症 这个呢 年龄比较大的患者 出现的机率要高一些 身体素质比较差的人 也可能会 容易出现 这个急性根肩周炎 这个病发症 那么 主要的原因 我们看有几个方面 咱们提的原因 有三个 一个是 药物的刺激 牙虽失火剂 根管消毒药的化学刺激 牙虽失火剂 虽然用的越来越少 但是 临床上还在用 如果是 你没有掌握正确的操作方法 或者是 封失火剂的时间过长 药物有对 适应漏道根肩组织 或者是 如果是 封药的时候 没有再封 没有把它封好 譬如说 是在 这个 铃面 一个铃面的一个 这个 洞 你进行封了之后 没有再封的药物 它有这个 在铃面有渗漏 就会导致周围的这个 亚洲组织 发生 周围组织 有这种化学刺激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 根管消毒药 根管消毒药物 对根肩组织 也会有 还有刺激 第二个原因是 根管过度预备 或者是 根管充填 超充 都会导致 极性根肩组炎 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 过度预备 然后 有可能 你超出工作场 过度预备 都可能会导致 这个 反 这个 极性根肩组炎 这种反应 还有点情况就是 残存细菌 在预备的时候 这个 没有彻底清理好 有残存的细菌 这个原因就是 有刺激 对于 这几种情况 这个 引起的症状 相对来说 不是特别一样 但是 大同小异吧 都是有这种 肿疼的情况 那么 出现 出现 这个 极性根肩组炎 这个症状 如何进行处理 我们 要有 有一定的 了解 首先 我们操作 要 规范 无菌操作 规范 无菌操作 再一个呢 我们进行 这个 如果出现了这种 根肩组炎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调和 降和 一般情况 我们在进行 根肩预备之前 根肩治疗之前 一般也会先 给它 进行调和 稍微降降和 因为这个 本身它就是一 化芽 如果你在治疗期间 还让它 承受这种 正常的合力 如果 还是让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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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和力过大的情况 就会容易出现 这个 根肩组炎的情况 所以 一般情况下 在 治疗之前 和 或者是出现了之后 都可以进行调和 在一种情况 出现 根肩组炎 我们可以让病人 吃点 这个消炎止疼药 减轻症状 可以 服用消炎止疼药 最后一点呢 就是 我们 在临床上 常用 但是现在是 推荐 要慎用 开放随腔 我们给它进行根肩 预备完之后 大家知道 要下一步就是 直接要根肩消毒 帮上消毒的药物 那么 如果 它出现了 进行根肩组炎呢 很多情况下 我们 临床大夫 会想着给它 开放一下随腔 缓解一下压力 但这个 开放随腔呢 注意要慎用 因为 现在的观点认为 有时候 这个开放随腔呢 会导致 这个 根管系统内的 细菌 它的 细菌感染 会更复杂 有一些 这个 各种各样的细菌 进入根管 反而可能 也会延缓了 这种 疼痛的缓解 所以 开放随腔 是 慎用的 好 这就是 急性根肩周炎的情况 那么 我们再看另外的 这个病发症 器械的 污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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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械 落入消化 呼吸道 这个情况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意外 这个 这就属于 它说是属于 病发症 咱们在临床上 界定可能 就得属于 医疗事故了 所以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出现 这种情况 这个 一旦出现 患者也会有 给患者带来很大的 精神压力 然后呢 也会 如果 落入 呼吸道 这个 病人会很痛苦 一定要深重处理 如果 落入消化道 可能有时候 效果还能 有时候处理起来 还能好一些 所以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出现 这种情况 那么 最好的办法 还是 按 橡皮帐 是吧 预防 这个 有这种情况出现 那么 主要原因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个就是 你 操作 精神不集中 数着 精神不集中 操作的时候 边操作 边聊天 这个一定要杜绝的 这个病人会很胆感 他觉得 你心思没在他身上 即使是 你没出现问题 他也会给你找问题 所以大家 在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要 专注在病人 这个治疗上 再一个呢 有些病人 他确实 他有很焦虑 他来了很焦虑 非常紧张 过于紧张 不合作 这个时候也会有 容易出现这个 器械脱落的情况 再一个 患者体位不正确 还有一点 就是 器械从手中滑落 这个 我们操作的时候 有时候 这个 病人脱液 接受的病人脱液 很滑 或者你这个器械 在手中拿得不稳 从你手中滑落了 那么就出现了 吸血落入消化道 呼吸道 怎么样处理 首先 医护人员要镇定 安抚患者 越紧张 越容易出问题 越紧张 越容易出问题 首先这个时候 我们要医护人员先镇定 立即拍 肤部平片 如果 弱入消化道 应住院观察 可以服用 这个 肠纤维 及有润滑作用的食物 那么 可以适当走动 无剧的运动 这个 弱入消化道 排腹部F3片 检查 胆便排出 如果 弱入呼吸道 那么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 及时取出 请耳鼻喉咳 或者胸外科的医生 协助取出 随时要密切关注 预防 就是刚才提的 这个 治疗的时候 使用橡皮杖 是最根本的 预防方法 再一个 你如果是 这个橡皮杖 不能够使用 你在初学者呢 可以用 这个 器械 拴上 安全的一些 安全链 安全线 这个 能够 这个器械 和你的手 什么的 连起来 这样就不会 有这种 操作脱落的情况 现在这个临床 也不大常用 反正最常用的 还是 大家用橡皮杖 推荐用橡皮杖 有条件用橡皮杖 还是要用 好 那么另外一个 冰发症 就是皮下气种 皮下气种 这个临床上 比较少见 主要原因呢 几个方面 一个呢 一个呢 就是 刚才提到的 原先提过的 就是用 压缩空气 吹一干 冰管时间 过长 我们那个 气墙的力量 比较强 大家要注意 不要用 过大的力 吹一过长的时间 再一个呢 就是 用过氧化清液 冲洗的时候呢 用的力过大 超出了根肩孔 这个双氧水 它有这个 发泡作用 超出根肩孔之后 可能会出现 皮下气种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要注意 是不可夹压 不可 过度的用力 它的临床表现呢 主要是 跟您换牙的部位不一样 它出 可能会出现在 夹部 矿周等疏松 这个软组织 这些软组织呢 有这种冲胀 这个肿胀出血 冲血的情况 还有这个 黏发音 黏发音呢 是这个皮下气种的 一个病理特征 如果是再严重的 像进步移动 会造成这种呼吸困难 这个就需要紧急处理了 那么一般情况下 皮下气种是不需要 特殊的治疗的 可以给予抗生素 进行预防感染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残随炎 残随炎 是另外一种 这个根管治疗运发症 它的主要的原因 还就是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根管系统 比较复杂 再一个是有这种 神经 这个残随 残留在这个牙髓内 这个神经组织 发生了这个肿胀 残随炎的情况 主要预防办法呢 就是我们在进行 根管预备的时候 要注意 要充分的充洗 对根管解副结构 要了解清楚 不要一漏根管 大家注意 不要一漏根管 再一个 有些 有些过敏 几次性药物 要慎用 我们刚才提的 根管治疗运发症 有很多 这个 器械分离 这个 穿孔 再一个呢 有这种 这种 插道内 等 这种 这个 各种并发症 那么 大部分的并发症 都是因我们 数者的因素造成的 都是因我们 操作不规范所致的 所以时候 我们在根管治疗过程中 一定要 规范化的操作 严格按照规程 进行每一步操作 所以 这个并发症呢 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感谢 感谢 承讯